將來我想在我們課堂之內這些資源都會放在上面 我叫雲端白板 所以就是 以前要寫在白板上面也是都是這些啦 以前就是寫扣 不過有些東西 以前是要直接用畫的 所以你要叫我畫這個東西 畫在白板上面 我還要選找一些很多 顏色的筆也麻煩 而且很辛苦把它畫完之後 要把它擦掉 擦掉就沒了 所以我覺得還蠻可惜 導播怎麼樣 後來想說乾脆把它照相 放上來 以後呢 你們也可以參考 其實將來我講過啦 不在乎 不在於你學多少 因為很容易忘記 在於你要留下多少 而且這些都是resource 你將來 你要能夠馬上 記得怎麼做的 都要靠 這些 畫面 如果說有些連續動作的可能就影片 這些其實我覺得效果對我來說是都還蠻好的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要學這些東西 你與其把它記在腦袋裡面的話 是很累的一件事情 我講過了 因為不是你的東西 放在你的腦袋裡面 你就會覺得很累 如果這東西是你的 放在腦袋裡面 其實就不會累 因為你理解了 理解了之後的話 以後就一套流程嘛 反正 一怎麼做 二怎麼做 三怎麼做 有沒有 所以即便是你要考試 或者是說你去interview的時候 之前大部分公司還是會 會有個考試啦 所以先比試一下 那實際上如果這是你的東西 你很快就可以做出來 沒有問題啦 你面試的時候 人家問你什麼 你也可以馬上答出來 對 那就是你因為你理解了 OK 好 那第一個就是上禮拜我們講過 就是說 你這個跳出來這個清單 第一個你是在那個 我們的自傳支援檔裡面建的清單 包含就四個嘛 籃球 足球 棒球 其他 那建一個什麼String Array 就是一個自傳的陣列 OK 那再來就是說 你要如果引用的話 就是一個entries 這個地方就可以 那entries是下面 下面的這個清單 那上面這個叫 prong這個地方就是它的有點像title啦 那如果你這prong的裡面 沒有東西的話 那上面也不會有東西啦 這個是一個屬性 那OK 第一個 這上禮拜的畫面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要去變更裡面的那個 這個樣式的話 有幾個方法 你在類要裡面 你可以重新建一個 XML的一個file 然後裡面再放view 那個view的部分 就是放一個testview 好那testview 你就可以去設定它的大小 顏色 等等的相關訊息 或者你可以從內部的 內部的 引用進來 那內部 特別注意好 放的位置一定是在 NJSDK裡面的 Pattern Forms裡面的 Android 因為2.3那是10啦 那如果是4.22的話是17 那如果你們有 在拆最新版的是4.42的話 它是Android 19的版本 裡面基本上也都會有這些resource 那應該不太可能會改太大啦 如果這些東西都改掉的話 那這個view 將來引用就會有問題 你的Duck 它的說明檔可能要重寫了 OK 那基本上的位置大概是這些 這個位置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再針對這個view 去做修改 所以你可以給它一個顏色 給它一個顏色之後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 再來就是說 引用的時候特別注意就是 我們用ArrayAdapter 然後呢 去Create 用CreateFromResource 去把資料 我們的那個 那個資料陣列載進來 那要兩個東西 要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就是說 你那個 你的Controller是哪一個 那他自動去抓我們現在的class 或者你可以打一個list list他也會 找到的是現在的這個 Activity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取得我們資料支援 就是我們的資料在 r.array.boss 對 那第三個參數是什麼 你的view 那view部分的話預設是內建的 所以 內建的範本前面一定會多一個 Enjoy點 所以將來呢 你們在 一些書裡面 或者是說Google的時候 結果裡面有看到什麼 Enjoy點的話 你的直覺你就要想到 這個是什麼呢 是內建的 就是Enjoy內建的範本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第一個是我們 還沒點擊之前的view 就是說 橫條的 對不對 那點擊之後的話 會有一個清單出來 那個清單的出來 長出來就是 他的view就長下面這一個 所以 這個adapter有沒有 建好之後的話 還有一個set drawdown view resource 他其實這個地方就是 drawdownview的resource 就是從這邊 Enjoy 那我講過說如果你要去改變 他的顏色的話你就把 這兩個抓過 抓到我們的layout裡面 然後再去 改顏色之後 最後記得把 Enjoy點 拿掉就好了 enjoy點拿掉 那他就會去自己去抓 不是 抓enjoy的 而是抓我們 r底下的 那你會把r 點layout 我們放是放在layout的這個 這個 等於是資料夾裡面 OK然後最後的話再把它setadapter 他的基本流程大概是這樣子 那其實這個也是 學enjoy裡面 之前同學比較覺得confused的部分 不過我在這邊應該算 算很清楚的 展現 裡面 該填的資料 那這個是完成的 包含就是說呢 我們123 反正就是之前的 1宣告 2的話呢 就是去做連結 再來就是說 當這個事件 那事件特別注意是 onitem 所以這邊的話記得是 onitemslade 它就會跳出 底下的這個相關訊息出來 然後怎麼取得裡面的相關訊息呢 可以用get select item 點 to swing 就是你現在點的那個項目有沒有 然後裡面的值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四串就OK了 秀出來就我們的結果 OK那上禮拜的部分 那這個是 顏色 那今天的話繼續來看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呢 要把它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那個array 我們內建的話 那特別注意 程式該如何 去修改 這邊的話請各位等一下 我這邊是在 做版本控制 我的習慣是 把原來這個spinner 複製貼上 這邊再加一個什麼呢 加一個spinner 底線array array就是我用array的方式寫法 array的部分就是說 我今天 我要在上面建一個array 我的資料不是建在什麼 不是建在這個裡面 不是建在這個我們的Values Values這裡面 不是建在這裡 而是建在哪裡呢 建在我們的 這個在宣告區裡面 我建立 這個地方就可以把它拿掉 這個不需要 沒關係 那我要建在哪個地方呢 我就建在這個程式 Java的程式裡面 頭的部分 比如說我建的方式呢 我就利用那個 我想Java前面應該 各位有 應該有學過吧 這個是一個什麼呢 一個自傳的 陣列 自傳陣列 自傳陣列的名稱叫boss OK 這個寫法 跟那個 G sharp也是一樣 不過這邊 Java很有趣的 就是說你這個中瓜糊 放這裡 跟放這裡都可以 但是G sharp 是只能夠放前面 G sharp只能放前面 你放後面就不行 所以後來我本來我習慣是放後面 我後來教G sharp之後 我乾脆 要記兩個 乾脆就是 統一好了 所以以後的話 通通放前面 所以以後你把這些程式 放到那個G sharp 裡面也是可以run的 只是它的規則不一樣 所以以後你要學一個新的語言 也不用說同學啦 你就學 你應該學的是 相同的就不用學了 那你要學的就是相義的地方 所以哪些不一樣 你就去找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歸納一下 你大概就會了 所以以後遇到 這個環境你就這樣寫 遇到那個環境你就這樣寫 不是也都可以Walk嗎 OK 那 你就很快就可以多一個專長 所以 很快你也都可以去 去 去coding 所以 好那再來的話 就是後面的話 我們New Year Stream New 一個什麼呢 在記憶體配置一個空間 給這個陣列啦 不過有時候 甚至你這個可以不要寫 有沒有 直接 剛剛這個地方 New Stream 這個其實 是New 之後再放進去 那其實你也可以講 直接放進去就可以了 因為放進去之後 它就知道有四個東西 所以它的自算 它的陣列長度是4 它的編號就是0到3 所以這個觀念要很清楚 Java裡面太多 這些處理陣列的相關的這個問題 好那我們建好 有沒有 那建的地方是建在這裡 不過這個地方可能就會牽涉到一個 多過語系的部分 不過多過語系 如果你不在自算支援檔的話 你要在這裡處理變成你要就寫好幾個 好幾個陣列了 比較麻煩一點 但是沒有辦法這個是 如果是你將來資料是從外部取得的話 或者是從Database Database Jetson 我剛剛講過Jetson你也可以 漏下來之後的話 再丟給陣列 丟給陣列之後有沒有 再丟到 比如說我們Spinner裡面 只是說 資料庫部分 我們也許將來 有機會再提到 然後 你們或者你們在 Java的課程裡面應該也會提到Database 反正就引用 把它抓過來之後 放到陣列裡面 OK 第一步 那我們這邊也是簡單啦 先放四個 這四個 正列 那如何把它怎麼樣 放到這邊來 特別注意喔 剛剛是 Create from resource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請你改一下 那怎麼改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改 其實在這邊也有相關的說明 比如說在ArrayAdapter上面有沒有 你就可以 游標放上去 他有相關的 這個說明 你就可以直接去 去找到 游標放在上面有沒有 ArrayAdapter 那其實這邊都有相關答案 我講過這個SDK 基本上你要學的就是學他的規則 那這個規則誰制定的 就以 開發 他們的一個team裡面 制定出來 那我們要學就是 他要什麼 我就給他什麼 那你想說那我會不會改變規則 除非說你 你到上層 你到 更低階的 你才會發覺 我們 這主要的 學習的重點是如何去Follow人家的規則 OK 所以你要看懂 比如ArrayAdapter裡面的話 像如果說 ArrayAdapter 我們之前的 適用這一個 就是說如果我是外部引用進來的話 就是一個resource 再加一個什麼 View的resource 對不對 那如果我是一個object的話 我一踢 有沒有 這個是一個array的 這個array的物件的話 就是我們 第二種方式的話 特別注意就是說 他的規則一定也是一個context 也是一個 畫面控制器 這個地方你可以打一個LESS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的resource ID的部分的話 要放在第二個 第三個再次放陣列 所以 所以 這個部分跟前面的那個 順序有點不太一樣 前面是先取得一個context 你可以打一個get afcreencontext 或者是打一個LESS都可以 然後再取得什麼 取得陣列 再取得它的view 那如果說你今天呢 用呼叫陣列方法 特別重要 就是把上面這一行 複製貼過來 那改一下 特別是因為我們是 要 把資料讀進來 不是去create 所以這邊 這邊特別注意 New一個什麼呢 array adapter 那後面的話呢 就放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呢 你也可以get applicationcontext 或者打一個LESS 也可以 這邊其實你打LESS 或 get applicationcontext 其實都可以 第二個是什麼呢 你要取得的是 你的那個view 那view的部分 你可以從 enjoy那邊取得 或者說我們用 我們內部的那個就可以了 我內部的 內部的是這一個 然後 再來後面加上 一個boss 這個boss指的是 上面我宣告的這個陣列 這個boss 那這樣的話 其他部分 好像都不用改 改完之後呢 其實結果 也會是一模一樣的 那差別就是在那個 多果語系的部分 可能要再 如果你有其他語系的話 利用這種方式 還要再做 後續的其他處理 OK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第二種方式 重點在提示 1 上面在宣告的地方 宣告區裡面宣告這個 陣列 2的話呢 把原來的 create from resource 改一下 改成就是說 我取得的 資料呢 這邊要改一下 改成 因為我取得 確定是什麼 是一個string 的一個list 所以呢 這個地方直接就宣告為 這個string 對不對 然後一樣adapt 然後面要new 這個地方一定要new 然後因為我不是create 我是 在記憶體配置一個新的區域 是存放 上面的東西 所以後面的話加上 也是加上 我的 控制器 然後再加上 我的view 再加上我的boss 那這樣的話呢 執行起來 結果就會跟 我們上個禮拜 看到是一樣的 那只是說 取得資料的方式不同 OK 那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就是把上個禮拜的那個 記得專案部分 就是做版本控制的 複製貼上 然後再來做練習